军战高朝的号奖已经取下 高三战士们紧急行动起来 军战高朝 高三我将获新长大 今天晚上 上街人要什么 谢谢四啊 谢谢五日啊 谢谢后院 拍美食 拍不理食 拍猫的 拍猫的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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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了 这个地方 给死了 给人死了 我应该留在重庆 不重庆 然后考高中 考大学 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 我就压根不喜欢留学 用我的青春来证明他们的错误 当时今天说来到小时候里边 不考会输得更惨 考了 还有希望呢 不考会输得更惨 如果你的同学 政府画过一或五十小时 如果有预级提供 OK, thank you OK, you're welcome Hi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student school class again to volunteer, to practice in companies and to travel Right So you'll see middle 50% ranges We do not have requirements for SAT or for TOEFL In terms of a minimum score And what about the optional writing part You have the college I went to Harvard University So we promise that you have a warm welcome and smile When you first write to call me college Because it is a long journey I will see you at the top I would have a big smile to face you I liked Harvard Because Chinese people know Harvard I feel that Harvard is the best school I didn't think that Harvard I liked my opinion 然後去耶鲁到時候趕成這樣 所以從初中就是向耶鲁努力是吧 我們這裡的飲食都很好 第一年結束度可能會長50磅的體重 這個可能性有 但是不高 因為他錄的孩子太少了 去年據說是在中國錄了13個孩子 全中國錄13個孩子 那就 人家有本事的孩子多了 I'm actually looking for more liberal arts kind of things I like journalism and that kind of things better Writing or broadcast journalism? No, writing Writing? Yeah Can I ask about the safety levels And use the word reward in like California There's a city of Berkeley Police Department We have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olice Department Just for our students on campus So we really have a really good safety record on the Berkeley campus 你們家是哈佛的料理 你們家兒子從哪裡名片回來跟我說 是不是他對我有意思 是不是不是人人都給名片 我說是 是 我也不知道 我剛才說是 萊斯 萊斯學建築的好 他關鍵學費也便宜 生活費也便宜 你想要你學好幾年了 最起碼能夠省好你萬塊錢嗎 你還想出一個好幾塊錢嗎 能不想我 那也是錢啊 算不算算 對我來說 其實很小就感覺是我自己和家人 就是感覺就定了我會出國 而且出國很早就是定了我會去美國 他倆一直是感覺就是 美國大學要比國內大學就是先進一步 因為你想北大清華排不進前三十呢 對吧 所以在美國任何一個前三十的學校都很好 最開始我是跟我媽去美國玩 也是在那學個小學期的課 那個課真的是特別特別好 但那個學校上課特別高興 就是他喜歡一些那種人文啊 那種古埃及啦什麼 甚至龐貝馬雅文明 這種課在很多美國大學裡頭是必修課 他就特別喜歡這種課 那暑假去就讀考古學的入門課 咱們都覺得那簡直就太奇葩了 我們每天都要背很多單詞 要學很多SAT的知識 托福的知識 現在我們靜靜地坐在這裡 放空自己的心 讓自己安靜下來 咱就戰略目標是去個好學校對吧 所以你把分要考到2350 你的概率會增加你知道嗎 不是又被說2350 剛才2300呢 坦率地說你就已經是2300的水平 沒有 但是2300的水平 你如果不把這些細節解決 那可能還給你變成20000多 我是一個方法論者 我不是特別的聰明 但是我特別喜歡研究前三名的學習方法 所以我不需要被他們聰明 但是我還可以是前三名 那麼你們在美國 如何能把成績考高一點呢 我教大家幾招 就把你那幾個長容易犯的錯 把它背下來 你就很快可以在所有的考試中 取得非常好的優勢 不光是SAT考試 我做完一套 你說得對 錯了幾道 沒對 趕緊對 要留一套 那我不做了 還要留一套在那個烤箭那天做 爸爸電話來了 那會兒是99年的時候 他兩三歲 我當時就想好了 這個孩子英語一定要把他練出來 所以他不到我歲我就給送的去英語去了 像他的託負單詞 他兒是小學五年級時候背下來的 全都背完了 所以他早就準備好了 我走了你學習 是的 繼續奮鬥一上午 嗯 走了阿安好 戴上 等烤箱 你戴上地皮 拜拜 拜拜 台灣縣 好 到這兒了 然後怎麼辦 到這兒就糊塗了 老家那個尋道中學在哪兒啊 尋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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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我再找找看 哦 看見了 看見了 就那個 我媽跟我爸也之前也想過出國 但是他倆都是因為是部隊裡的 所以他倆好像三十多歲才轉出來 出國也挺困難的 我們倆是存通訊計算機出神的博士 然後他爸爸後來慢慢就是搞計算機的硬件 我就搞計算機的軟件 沒找到大門 沒找到入口 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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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這個地方應該能進去 我孩子從哪進去 後來給我打個 就操場的是嗎 那哈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個操場 應該就在這兒 我倒是挺喜歡這樣 好像比我上班的時候興趣要大 上班因為那會兒管項目嘛 他不像看著一個孩子那個 從小到大的那個成長過程 現在英語那麼好 法語那麼好 西班牙語那麼好 哎呀覺得特有成就感 我還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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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这是最后一次 还是想把高的考 本来这个本地的孩子就在增加 而且呢同时有一大批 在美国读高中的中国孩子 他竞争的也是国际 国际生的名额 高分的孩子才有胆量 去升好学校 因为你分太低了的话呢 他就会担心 我连第一关都过不去 就给筛掉了 不可能给他守在家里头 不能那么想的 如果你在美国 比如说真是到了纽约附近 到了波斯顿附近 他是看到全世界的机会 全世界的公司 都会到那去找好孩子 那他的事也要大多了 被他想出现出去闯会去 咋呀 又是那只 怎么又出现了 那你这是看出来了吗 还剩那道题吗 在那儿东西在那儿呢 那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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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我 别的呢 没看吗 你就是那么强呀 一百一十九 那这次我估计你要靠两千四了 两千四 上两千三这儿不错了 原来也相对来说不太低嘛 但是这次就更高了 就当有回报了 更有把握了 就是还是去耶路 就是这样进耶路 他不像高考 你就是考了两千四满分 你就考了一百二的满分 不一定要呢 因为他看中的 某一像 你不知道他是哪一像 好困难 SAT满分的学生 和邀明的儿子 跟我相关 肯定是先选 老明的儿子 所以如果你现在 能拼爹的 是拼爹 不能拼爹的 拼你自己的未来 我们也就相当于要让美国的招商官知道 他还有很强的领导力 小学的时候 唯一一个两年是大队伟的 其实他也还做过一些义工 对吧 比如他在柬埔寨做过义工 他这个具体是做什么事情 刷墙 你看他从小就要么演讲 要么辩论 你看到 让他去组织一个 演讲的 或者是辩论的比赛 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题目说 教室的墙面应该涂成白色 那如果是这样呢 有没有同学觉得涂成白色会非常好呢 都这么乖 咱们再换个题目 咱们再换一个比较复杂一些的 我们都是在考试 然后老师都 不让我们进这个小学来给他们讲 但是我还想最好找个 新学期开始那会儿 大家都很高兴 很有热情 那会儿 办一个 很漂亮的娘人比赛 再来让我们有请周成刚老师 有请周老师 有请 我们是高考复读班的同班同学 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当时考了两次大学都没有考取 最后说我们一定要参考 第三次大学 我们就在这个班上认识的 当时余敏洪就当我们高考复读班的班长 我也不算太差 我当上了我这个班的英语课代表 2000年我在BBC工作了几年之后 回国探亲的时候 是和余老师有遇上 哎呀 他说你看国内的市场那么大 回来 我们一起干吧 中国 我觉得中国的发展最快的 这么几年 正好是我从2000年回来以后 应该是亲眼目睹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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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流行 已经不是东南沿海的几个北上广 现在你到四川 到成都 到重庆 到西安 全部在探亲 一年我们可能要在全国做 可能是上百长几个讲座 帮助他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然后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国家 最合适的专业 和在最合适的时间 让孩子出去 差不多了 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 出去了有三百多万个同学 出国人数的平均增长率 达到了19% 连续六年 这就是中国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 现在在世界任何一个留学目的国 无论是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英国 全部最多的留学生 都是中国人 家长的那个焦虑的那种神情 那种渴望的眼神 纠结的内心 我说这能够看出来 这个孩子真是 复古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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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我们俩自己身上 可以看出来 对 我为孩子焦虑的 睡不到觉 那种感觉 是啊 喂 喂 哈喽 哈喽 明年呢 这个大学本科就要毕业了 就是未来的长远的 在国外先待一段时间试试看 OK 然后再回来 机会可能也更多一点 那大部分情况就是 到我自己孩子身上的时候 我也在思考 他是参加中国的高考 还是参加洋高考 中国这个高考和洋高考的过程当中 差异是比较大的 中国的同学可能更多的是 追求全面的发展 树立化要好 德智体要好 各方面都要好 然后呢 你最终这才是一个好学生 海外呢 只要你在这个 各个方面领域里边 有一方面有特长 你就有发展的可能 那么这样的话 对每一个同学来说 他的机遇也就更多 我在这地方 我再一次地呼吁 我们的家长 尤其在那里的家长 我估计你的孩子 都是无比优秀的 我们永远不能认为 出国留学就意味着成功 幸福和金钱和财富 他不能够否认的是 从世界名校出来的同学 他在就业市场上 他更容易牵引眼球 他胜出的概率可能会更大 请大家一定记住 比拼的永远是一个概率 而不是绝对 我就感觉这妈妈特别的焦虑 感觉有的是那种情绪 因为美国的驾站也送 一般开个车 把孩子送过去 东西把他们秘了 OK 照顾好自己 我们走了 有事再联系 他就走了 中国就天天跟在那边 他们会变成功 那是好 越來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越多 那是重要的 因為越來越多 孩子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他們會來越來越多 他們會影響社會 他們會影響這個世界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人們得出了一個結論 我常常說的 就是那種跨界的人才 又有中國的能力 又有英語的能力 又在中國讀過書 又在國外讀過書 又知道中國文化 又知道西方的管理理念 那麼這樣一種人才 就變成一種 特別具有競爭力的人才 那麼老百姓自然會去追求 希望了孩子成為這樣的人才 對你來說就是 真正要過去學什麼 你還沒有確定 父母有沒有給你一些提示呢 他們 學商啊 每個人都學上課 對 我們數學同學60%70% 數學好不好 反正都學上課 回來都去投行工作 對 那都是家長的想法 都是家長的想法 我們發現同學 不但給我們一些反饋 申請當時完了 然後呢 就出去讀書呢 還沒底 然後呢 對未來的工作呢 就更沒底了 其實我最 當時最初想法 最優化就是我 大學畢業完工作兩年 讀MBA回來 這是最好的 但是 畢竟學 對我來說 對 現實很殘酷 確實拍子都贏 找不到好東西 其實每一個 去美國同學 大家都在找實習嘛 然後畢業完了以後 都在找工作 這些資訊 其實非常需要的吧 對於我個人來講的話 其實我特別想了解 一些行業信息 但是 就我 其實現在不太清楚 有什麼特別好的平台 能讓我了解這些東西 我始終覺得就是 有一個環節 我們沒有完成 這個環節就是說 幫助同學救一人 這是我一個長久的思考 我覺得這個時機 已經慢慢地成熟了 那個老雲娜 你跟他說一下 我們這邊準備好了 3002 他是不是還要送一波人 還有才第一波 第二人 走了 沒有 沒有 沒走了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沒事 我一直想跟你聊的一個話題 就是說 為了把這個 這個出國留學諮詢把它做好 所以有一部分人呢 開始做前端 但是我發現現在 就最後一段是沒人做 最後把他們送出去了以後 能不能再讓他們回來 進行就業和工作 這個可能是家長關注的 一個終極目標 這樣我們把我們的人才 委託給世界最先進的學校 進行培訓 完了他們回過來 又服務於中國的建設 你想這個路徑 怎麼會有問題呢 肯定沒有問題吧 對 我都不記得了 你上一次回來是什麼時候 好像很長時間了 上一個暑假 這次回來的時間特別短 然後你們明年是什麼時候畢業 五月份 那你找工作 你上次我記得是在百度實習的 那你找的工作 是不是一定要信息管理呢 還是說其實不在意 就是可以找各方面的工作來鍛鍊呢 其實我學著信息管理 它可以找工作的範圍還比較廣 可以去試試看 比如說人力資源 那樣的部門的工作都可以 就是你們那個打籃球的那個刺青 那個我看一下看 那個上次我還沒仔細看過呢 對 哇塞 我的媽 這麼大的一個刺青 你看你去搞這麼大一個刺青 也不跟爸媽媽說 怎麼會有一個骷髏呢 在這上面 你看那個中國的中學生 大學生裡面 我估計有嗎 會有這樣刺青的嗎 現在我覺得刺青的人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了 所以應該會有這種 我覺得 我不鼓勵就是小時候 怎麼三歲五歲就出國了 那就你就變成了一個外國人 你最後也就回不來了 到老家 到上海再到江陰 去看看外公外婆爺爺奶奶 好吧 是啊 留學的這個話題是比較沉重的一個話題 其實是 你這麼小把它送出去 是不是有利於它的成長 全部學了這種西方的這種理論 價值觀 是不是對我們的發展就是最有利的 很多人出去留學了 尤其是很優秀的一批人就不回來了 是不是一種優秀人才的外流 這個都是有爭議的 喔 阿姨 Mé 5 7 他说我告诉他那个口语得二十七分 好 结束了 母语 国文 中国文化 很多时候在这个学校 在分数上体现的不是太明显 甚至有的时候有编较余料的感觉 好莱坞的一个气息 这是我个人觉得 这是中美文化杂交的一个产物 它非常威猛 但是除了威猛还有别的吗 在这一段 一一一陈述 除了威猛还体现出别的没有 就是比较的 怎么说英文来说就aggressive 那么来这儿的时候 他其实让英语是他的一个 几乎变成日常用语去了 他们要参加很多的活动 然后又要参加很多的考试 然后下个学期他们申报完 就在店了就去美国了 觉得王老师这么激动 如此生气 有点这个 上课是不是没吃药或者怎么样的 有这种 有这种我感受出来 我是你们的宇文老师 我叫王欣益 叫王老师就行了 王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文章 这篇文章是国外报写的 我飞了 我放弃 我燃热 我六个响的人热 我打他一声国家 我叠气热 我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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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了 是不是 我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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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修了 你修了 老师 你修了 你修了 我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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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电影 它就是经常会有这样子跳舞 然后弹吉他 然后帅帅的男生 还有很美的女生这样子 这让人就感觉到 就是特别棒 这种 美国这些文化 它可能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更大的吸引和冲击 是吗 这是吗 是吗 明年 明年这个时候 我就拿着 用大通知书来掌握 你 年想这个 开一门这个 就是国学 或者说中国文化的 那个选修课 这个呢 学校肯定是非常支持 但我得给你 一个小小的提醒 因为你这种尝试呢 在学校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有两位老师 曾经尝试过 效果都不是很好 你要在学生当中 做充分的调研 算是带着镣铐跳舞 走钢丝绳 准备一些 这个 所谓的 示范课吧 我们会组织一批人去听 如果 中文这个孩子们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就只能自己散发出魅力 吸引他们 我作为他们出国前的母语教师 任重而道 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挺困难 我跟你说 吃一切长一只 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感觉 就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我们是满腔热血 结果学生们呢 冷若冰熟 有时候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热血沸腾的少 学生这个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是有的时候 你就站在荒漠里面 对 就是而且是深夜的时候 对 你振臂一壶 一个人都没有 连个生物都没有 对 他甚至嘲笑你 搞什么呢 他就这样 我觉得课堂应该叫做 这是我最想去努力的 就是试一把 我看一下这个 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在这一帮 就是这一批要留学西方的孩子里面 他到底有什么反应 我今年打算开一个选修课 不是书法和撰课 好 大家这个 在ABCD里面 选一个单项选择 你喜欢哪一门 你就选哪一个 我记得到这一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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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厨 这一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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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农耕文化的 童话里 有所减弱 北方游户林 的大军中原 曾经造成 石争 五湖万华河 南北分治的局面 然而游户文化 也有中国文化 带来复状 和古迹的作用 计情快 之后 随着 这个地 就像一个垫子 迈不出去 关门倒闭 这样 这个人是最伤心 母语和国学 是这批 即将求学海外的 孩子们的文化本本 这可能是他在 西方立足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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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了 抽了 加油 加油 抽了 西可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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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有办法 没错 这种子 还是会让真正的合书 只要你愿意 去引导它 好好猜给它 真心相信它 那么 龟大仙的这番言辞 最能体现 哪位中国古人的思想 先看一下 老子 孔子 墨子 孙子 这啥思想 一般的什么人会这样 更不知道 我不问这个问题了 这更麻烦了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 不糟 他们有时候连 中国的一些文化的常识 都不知道 闻所未闻 名字都不知道 你比如说你跟他提梅南方 他就马上没艳放 这个重担交给您 对您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学校来说是一个挑战 就是因为我发现 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实际上是需要很深的国学修养 才能听得懂 国外的这个研究的中心 都有很多英文版的东西 你能够把英文的水平提上去 你就能理解这个背后的文化 因为这个语言永远是文化的载体 谢谢王老师 我第一个就是 比紧迫的问题 就是提高我的英文 必须的 很多事情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难度 就没有挑战性 没有挑战性也不够刺激 我是越来越想做这个事情 确实 美国它是多考 你看那个AP考试 AP考试它 从前到末就考了 就是我们高二二班 陆续去考 考了将近十一二天吧 然后每天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一起去 而是一波学生一波学生们 有时候是三分之二 有时候是三分之一 有时候是二分之一 有时候只有几个孩子去考 那么这个教室的这个人 起估是流动 考完了就整个人都清醒 考试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恍惚了 一部分的时候 语文课就沦为了这个 他们AP考试的自习备考课 有些课他们强烈要求 要复习 比如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报了一个微积分 老师能不能让我复习微积分 然后就变成复习课 一 二 三 一 四 五 打车啊 对 上午考了四个小时是吧 是哦 是四个小时吧 我估计在这里 有的同学得考晕的啊 不知道感觉怎么样 快点快点 快点进来 快点进来 还这样 你跟我的性格有没同的地方 就是有个人想法 这也是我欣赏你的一个很 根本的原因吧 但是有不愉快 相对而言 你说我老说你 我就有点着急了 是吧 考AP 其实大家这个身体 都有点扛不住了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请假的 或者说不在教室的 这种情况比较多 杜老师和我呢 都想扭转这个局面 请假的虽然比较 忠诚老师 有些孩子就是 直接就是消失了 失踪的 在说这个课 游离在一个 很边缘的那个状态里面 所以开始报我的名 有四十多人 后来真正上课的 二十多人 有时候 最少的时候 只有几个人 但是没有低于五个人的 但是七八个人 就这样 稍后 好 我们开始上课了 这个大家把那个 名字 自己的名字后边 在第十周后边 打一个勾就行了 然后孟小宇就做一个统计 你看一下 是不是九个同学 书目 国学的书目 国学的基本常识 首先该看什么 四书在最前面 今天还算可以吧 其实人数 也不是绝对的 我觉得我讲课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孩子那种 就是闪光的那种眼睛 就是这样 我是这么看这个时候 我给你个人的 我有一堆线 然后为了防止他们在过关的时候丢失 我把他们的那个 成了五大包 然后把他们盖上了号 学习的监制跟想要拍摄 就觉得你别的什么都可以带上 带着什么机器啊 线啊 硬盘啊 就是必须要带上 这一页摄像的在这里 还有别人呢 我可能再找别的场所啊 对啊 就找比较附近的这样 对 我这早上起来就手键查了邮件 然后一查邮件 哦 居然被录取在警示号场大呼 然后我警示同学全部都被我吵醒 他们一开始说你早上呼个毛 然后我说我被哥大录取了 然后我们几时整个就被疼了 就是第一学期刚过来的时候 其实不懂什么样的事情是一个 story 然后就是从头从头学起呗 你意思是从今到明天到明天 没有 我们在联系里面 所以 我们在联系里面 所以 我们在联系里面 我会在明天跟明天 知道了 好吗 或是 如果我们在联系里面 如果我们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在联系里面 去联系里面 去联系里面 好 我们在联系里面 去联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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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要联系里面 有谁要联系里面 我们有联系里面 算来是今天 I'm always the last minute guy 所有人对我的 writing sample 都觉得非常的感兴趣 有很多的机构 像 Financial Times 想让我 pitch 因为我跟邱悦现在在做一个 In-City Migration的 story 有人也想要让我 pitch那个 story 然后他们很可不可以买 所以 学习的课程是 有时候可以成为一个联系里面 只要你正确 他让我更好地知道我是谁 因为我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知道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我的教授 他说我有非常好的 reporting skills 他说我是一个 Nationally born reporter 他知道我有信心 他知道我能发现那些 The most convincing details 但是就是我怎么写和怎么看 这个事情 总是让他觉得 我已经说了 是中国写的 就是跟本土的学生相比 因为人际交往之间 语言的一种隔阂 你可能对很多事情 不那么敏感 我其实很多时候 非常的self-conscious 所以我也很怕被拒绝 当时感觉是他们对中国学生 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吧 移工的职位基本上 freelancing jobs 其实我实话是说 我现在在一个 一个reising的这么一个status上面 很现实的一点是 谁想要一个Asian来帮他们做 American news 好烦 我下午中间出时间 我要面试一下 哇我的 因为我明天学 R3 culture 他应该会要 做freelancing 对 现在下午那两个 我根本就不会中啊 Fiscal times 和一个什么来的 对 我毕业之后 我现在想说 我怎么做journalism 从明天开始 我回来之后 我开始找 Founder Racing 或者说PR 然后Market 然后找 觉得怎么样 大部分都说 他还不错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 因为有几个人 最后能够带来什么东西呢 而且都是那种 啊什么 你会以后面 给我的follow up 这种都是 其实就是没有要招联的 所以我其实去的时候 没有要full time job 我跟他们说 就是你如果 可以给我一个freelancing job 我说我愿意take 这种情绪我真的晚上睡觉之前 我都想 连说三封巨星的感觉是什么 就说OK 我可以不用升大公司了 确实啊 我大公司本身就升胀 CNN也会拗我 对吧 Donald's也没拗我 然后Deehouse跟我说 建议我去看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然后可能在美国 不是一个大师 他说大家都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移民的政策 还是就业的困难 各种各样文化的问题 社会对你的认同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像是一堵透明的墙 就在你年轻 其实我们在这儿 因为学费其实也挺贵的 是 我经常经常经常怀疑 我的学费交到底怎么多 是 到底是 我已经怀疑了一年了 自己公司都那么开起来了 我说三年还要花一百万 对吧 那你这一百万 干什么不好 这是第一个 对吧 还五十万给爸妈 剩下五十万 自己拍东西足够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说 可能我的房子不太够 我不知道国务条 对我家影响蛮大的 因为妈妈本来打算是说 要卖掉一套房子 然后可以保证我第二年 因为国务条 现在卖房的事情 暂时有一点困难 就卡住了 我妈就在那边不停地说 千神的面花 不要到游泳的时候 才发现没有钱 然后 其实我这一年 我过得很省 我这一年我没有出去旅游 我这一年我也没怎么买衣服 所以变成我现在自己 要想办法说 如何去暂时 要度过这个房子上的 这个难关 纽约要回下来一点都不容易 有多少人那么努力之后 还是要做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我一开始来纽约到现在 有一个感觉就是 没有根 始终觉得这里不是我的世界 有这种感觉 整体的大方向 我想还是回国 回国的这个机会 肯定要比在美国要多 总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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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我可能会去读了 MA Program的《Auth and Culture》 更realistic的出路 有一个飞机高 叫罗安 你看就跑到上滑行的呢 中国在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 与其关心美国社会的发展 我不如回去看一看 中国社会的发展 好不容易把所有的东西 塞进了两个箱子里面 还扔了一堆东西 带不回去 我要回中国去了 拜拜 没有好跟不好 就是有适合和不适合 对我来说就是选择出国这条路 是对的我觉得 就给你免费提供什么什么 回国的时候 我还给你提供免费的什么 我不知道说明了表 马上就可以对 前面有一个处境 天狗 坡墨落落 我是一条天狗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月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NLG的总量 我飞灯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的飞跑 我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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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捏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的脊椎上飞跑 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了 我的我要报了 我贵 我的孩子 我做得好吃的 我做得好吃的 A school principal who hates compromise A trailblazer in his own right Their challenges Their dreams Please join us for the final par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선생님 journalists